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章31节到32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 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 金氏蓝氏总不得赦免 由于曼德里上师版的现实和那些管轩乐团的演奏之后 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地狱第十五讲 亲爱的各位圣徒 全世界及全国之交会各位圣徒 智商店各位圣徒 全世界通过英特网做礼拜的所有圣徒 各位基星观众 今天是地狱第十五讲 上一讲见证了下阴间刑罚中第四阶段的刑罚 第四阶段刑罚是犯无法得到赦免的重罪 即犯至于死的罪的灵魂遭受的刑罚 加六人犹大就是遭受这第四阶段刑罚的代表性人物 犹大将恩师耶稣以赢加三十块钱卖给了大祭司长一伙 结果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而死 犹大也因无法忍受负罪感而自杀 在这里大家或许会有疑问 加略有点自杀而死 为什么没有变成鬼 而是掉入下阴间遭受刑罚呢 首先给大家说明这一问题以后 这一讲开始见证严重犯下 毁谤圣灵干分圣灵罪的灵魂遭受的几种刑罚 这年书十五章二三十二节说 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 大家喜欢受管教吗 听从责备的确得智慧 大家应该喜欢受管教 更喜欢责备 不是这样的人呢 或者是轻看自己的生命 所以才不喜欢 这时间当我见证话语的时候 希望大家做劝勉或是训斥来领受 这样就会得到属灵的知识 能够更加努力进入美丽的天国 希望圣徒们务必要无比珍惜自己的灵魂 而不要轻慢自己的灵魂 成为充满智慧的圣徒 奉主圣明 祝愿大家 亲爱的各位圣徒 掉入地狱的众灵魂当中 也有一些像扫罗王或加利文尤大等自杀而死的灵魂 那么这样灵魂是在什么时期去下阴间的呢 因为有些圣徒们会对此有疑问 所以先给大家简单说明 加利文尤大无法忍受出卖恩师负罪感所带来的痛苦 最终上吊自杀 自杀的灵魂不会变成鬼 游荡在地上 而不是掉入下一间遭受刑罚 他们将在清理王国开始的时候掉入下一间 就是说鬼 灵 鬼将一直游荡在 游荡到得救的圣徒们被提升天 清理患难结束为止 但是就像上一讲见证的一样 加利文尤大却没有变成鬼 早已掉在下一间遭受刑罚 理由是什么呢 简单说是因为加利文尤大 连变成鬼游荡也没有被允准 因为他犯下的罪实在太重了 作为代价正在遭受更重的刑罚 当然变成鬼游荡在这地上 已经是非常重的刑罚 脱去肉体的灵魂停留在熟肉的空间 本身就是难以忍受的痛苦 那种痛苦会让他们误以为 鬼不如在下一间遭受刑罚 但是加利文尤大所承受的下一间 第四决断刑罚的痛苦 要远远超过鬼承受的痛苦 那么鬼所受的痛苦是什么样的痛苦呢 以前我也说过 我们再来查看一下 鬼在灵界受到的痛苦 那么流浪在这地上的鬼呢 就是说请大家想象一下 在一个非常荒凉的寒冬 一个人站在严冬里 站在风雪交加的非常寒冷的天气里 那该有多寂寞 有多痛苦呢 而且还非常寒冷 那想象一下 独自站在暴风雪的面前 就是那样非常冷漠的环境 所以呢 鬼一心为了想休息 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 因为进入到人的身体里 对他们来说就是休息 想尽办法脱离那种荒凉的地方 进入到人的身体里 那进入到什么样的人的身体里面呢 就是出卖自己的灵魂的人 那么 有些圣徒的丈夫生气就骂神 无缘无故地骂神 骂教会 还撕掉圣经 撕掉照片 其实与他一点都不相关 然后 还说死也无所谓 下地狱也无所谓 我想做鬼的奴仆 就是如此的咒诅和出卖自己的灵魂 另外 杀的人也是出卖自己的灵魂 有人说 我被鬼附也无所谓 那就等于自己在咒鬼 那种地方的鬼一定会进入的 为什么 因为一直在寻找 欢迎自己的地方 看到欢迎自己呢 鬼立即就会进入 所以绝对不能说那咒诅的话 哪怕是开玩笑也不行 那是关乎于生死的事 虽然定在十字架上被拷打 本身也痛苦至极 可是遭受下一件第四阶段的空间 仅仅甚至那空间本身 就给灵魂带来无法想象的痛苦 因为越是深层次的地狱 那空气 那空间的邪恶气韵密度也会相应增大 例如人进到深海深处 全身就会因水压紧缩一样 简单的说会压皱 不但不能呼吸 甚至连身体的血管也会爆裂 七孔流血最终会死去 像潜水艇潜入海底呢 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如果过深就会损坏 如此越深层次的地狱 灵魂又因被邪恶的气韵所压 所以深在那环境本身 就是遭受莫大痛苦 加热人尤大遭受刑罚的空间 也是邪恶气韵密度极大的地方 所以加热人尤大虽说没有变成鬼 但是他所承受的刑罚的痛苦甚大 充分付出自杀罪的代价 加热人尤大是自杀而死 但是却例外掉入下一间 有着特殊的理由 他正是被立作像下一间的 第四间的空间的主人一样的人物 在这里所说的主人 不是指所有者或统治者的概念 而是代表性人物的概念上 所说的主人 加热人尤大被立在下一间 众多遭受第四阶段刑罚灵魂的 最前排不停地被拷打 因此对下一间的刑罚 有所了解的人提到加热人尤大的名字 就会联想起下一间第四阶段的刑罚 相反提到下一间第四阶段的刑罚 也会联想起加热人尤大 如此尤大被立作下一间第四阶段的门别 警告后人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那么普通人认普通认为 同样自杀而死的扫罗王或比拉多 他们会在下一什么时候掉入下一间呢 也许会有受众们对此有疑问 扫罗王已变成轨道出游荡 到了千里王国时候掉入下一间 遭受第三阶段的刑罚 直到千里王国要来 与自杀的众灵魂一样 变成鬼游荡在地上 对于比拉多 有关他的死亡有多种说法 其中自杀一说是 最多是最为有利的说法 在前提讲也提到 围绕比拉多山有多种传说 但是对于比拉多的死亡 能够提供确证的证据的文献或资料 却一直没有发现 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办法 对他的死亡做出定论 比拉多的母国罗马 自从接受基督教以后 就开始专注执笔基督教历史 被罗马皇帝雇用执笔 初期基督教历史的游习比尔斯 在交汇史的一书中这样写道 据估计 比拉多因无法忍受穷追不舍的神的惩罚 最终落到自己审判自己的悲惨结局 后人则根据这一记录推测 比拉多是自杀而亡 但是就像游西比尔斯所说的 这只不过是人的估计罢了 但是通过这些传说 可以知道比拉多曾面临极其悲剧性的结局 就是说前送到罗马被处决 一说或在比拉多山失足而死 等这样的传说 全部暗示的他的结局 悲惨结局 因为人们知道他在比拉多山死了 所以说那山又被称为是咒诅的山 一连四季都有云雾笼罩 很难看到顶峰 但是我们通过地狱讲到 可以知道比拉多自杀与否问题的答案 神告诉我们这地上的人 每叫一次比拉多的名字 他都会被地狱使者鞭打 借此我们可以断定 比拉多在下人间正在招受刑罚的事实 即以此推类就可以知道 他并没有自杀 各位圣徒 以及各位电视关注 万万不可能自杀 唯有神才有掌管生死祸福的权利 他人的生命 自己的生命 都不是人自己可以左右的 所以自杀是明明挑战神领域的行为 而且是正面违背神之言的重罪 在初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说 不可杀人 照此杀人是神分明禁戒的行为 这又是十戒命中的一条 凶杀是杀人 自杀显然一样也是杀人 杀自己的灵魂 在杀人中的罪呢 是更重的 更何况自杀是极大的不孝 所以万万不能自杀 不仅是对肉体的父母不孝 而且对于我们的灵魂的 灵魂和肉体的父神 更是极大的不孝 父神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是为了施慈爱给我们 这般被神视为宝贵的人 如此自行了却自己的生命 父神的心该是多么心痛呢 还有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 操纵人自杀的正是 仇人魔鬼撒旦的事实 仇人魔鬼撒旦会主动靠近 昏心丧气或痛苦难耐的人 给他灌输 消极绝望忧愁的一年 所以患有忧郁症或躁愈症的人 如果自己想把 自己把事情想的正常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小事也很在意受压力 心情不好 极度论断定罪数落 谁说什么一点的就不高兴 难过 一定要去追究 小心眼 那么撒旦呢 就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忧郁 有的人偶尔让我为他祷告 击退火病 那么信神的人有火病 说明呢 是没有按照神的话语生活 神说要常常喜乐 凡是谢恩 无论什么状况 只要喜乐 就会逆软成为好的环境 当这样谢恩的时候 圣经里记载着 环境改变的内容 向尺图保罗被关在街里 他也感恩唱诗 而约拿在于妇里的时候 向反而向神献上了感谢祷告 呆里也是明知被扔进世子坑里 也献上了感谢祷告 也就是说 无论任何环境 就算是在死亡面前 都会是感谢的条件 就算处在不能感恩的环境 只要凭信心喜乐 神就会做工 变成喜乐的条件 但如果信神的人呢 生气啊 发脾气啊 不离气血气 最终而得了火病 那种情况呢 要痛苦认罪 发血气的事 火病呢 就会消失的 没有必要接受祷告 这是如果完全被撒旦 灌树的意念控制 为了解脱痛苦 就会选择极端的方法 就是选择自杀 所以千万不能被这样 撒旦的诡计所骗 如同腓立比书 四章十三节的话语 我靠着他 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一样 再怎么绝望的环境 靠着神的大能 足可以脱离 遇见神之前 我也曾试图放弃自己的生命 长时间的疾病与贫困 再加上被身边的亲人所抛弃 深陷在绝望的沼泽中 就在这时 神仙找到了我 一直以来 我被疾病缠缠的 被牢牢绑扶着 使疾病让我变成了无脑的家长 但是有一天 神赐给我解开了这捆绑 从家 从此家里变得富有了 相互也变得和睦了 其实就是解开了 根本的罪的捆绑 如今成了一名主的仆人 引导那些绝望的灵魂 来到主面前 诗篇二节说 他从祸坑里 从玉泥中把我拉上来 使我的脚力在磐石上 使我的脚步稳当 这一告白正式成了我的告白 自我抛弃生命 绝对不是神的旨意 是让仇人们鬼撒旦 欢喜怯悦的事 而且自杀的结局不是自由 而是将遭受永远的悲痛 和更大痛苦的地狱刑罚 因此我们务必要速速 把这样事实传达给家人 亲戚邻居们 当然有些情况 表面看起来分明是自杀 但是偶尔也是 也有不是自杀的情况 有关这些特殊情况 以后再说明 亲爱的观圣徒 下面给大家见证 有严重毁谤圣灵 灵魂所遭受的几种刑罚 毁谤圣灵的灵魂 死后到了下一间 要遭受三四阶段的刑罚 是严重的罪 不是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 而是三四阶段的刑罚 因为他们所犯的罪就是那么重 通过今天的主题经文 马太福音12章31节到32节就可以知道 毁谤 亵渎 干犯 圣灵是永远不得赦免的罪 圣灵是主复活生天以后 神差给我们圣灵 父神差遣给我们的宝贵石 站在地上替我们的主 引领我们进入天国的引导者 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主 但是圣灵帮助我们得到心理相信的信心 而且给我们解开圣经中深奥的 属灵话语隐藏的奥秘 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即把我们引进正道 成就完全的救赎 还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 使我们保障属灵世界 方言是其中一例 不仅如此 圣灵用他的全能彰显各种神迹与歧视 使我们体验神全知全能的大能 和天国所处的空间属灵世界 又使我们明白神的慈爱 更新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最终重生为 名副其实的天国居民 所以否认这圣灵的行为 就是自行脱离救恩之道的行为 有人说 圣灵是我们信心 为什么我去教会几年都没有信心呢 那样的人呢 请反省一下自己的性生活 如果我们知道主是救主 就会告白 原本我是罪人 因为自己是罪人 所以要悔改 因此会回想起过去所犯的罪 像曾经骂过神 骂过神 曾经逼迫因信主去教会的人 犯了罪 像杀人 偷到 像堕胎的这样的行为 偷到说谎 听神话语领悟后 就要痛悔 认罪 悔改之后呢 就会 告白 主 是我的救主 而打开心门 接待主 那么这时就会赐下圣灵 那么领受到圣灵的时候 名字就会记录在天国的生命册上 说几几年 几月几号在哪里 如何得到圣灵 就等于一出生 就等于 一出生呢 就报户口一样 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 因为领受圣灵了 就是神的儿子 女儿了 所以名字就会记录在天国的生命册上 但是因为没有过那样的想生活 也没有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助 怀疑 没有打开心门 接待 没有悔改 只是来来往往于教会 所以没有相信 因为没有领受到圣灵 没有领受到圣灵 所以没有心里能够相信的信心 所以一定要先领受圣灵 尽管如此 有些人明明体验过圣灵 还是否认着圣灵的做工 曾靠着圣灵的全能 结病得到了医治 从死亡的门卡 重新得到了生命 可是又重回到死亡之路 世界上 其中一些恶人 甚至毁谤教会 与神为敌 哪怕是没有能力 分辨属灵的士等外邦人 犯下这类罪 也不容易得到赦免 更何况是蒙了大恩典的圣徒 犯这样的罪 那罪又怎能算是小罪呢 这样敌对圣灵的行为 就算就是与主 与父神为敌的罪 因此很难得到赦免 这样 毁谤圣灵人当中 给大家介绍一个特殊的实例 夫妻两人 遭受刑罚的情况 与他结成夫妻姻缘 我甚至后悔又后悔 我咒诅又咒诅 我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方 为何来到这样的地方 一切都怪他 都是因为他 我才被迷惑 一个女人的怨恨之声 回荡在夏阴间灰暗的空间 这女人受丈夫的迷惑 跟着丈夫一起抵挡了神 作为其代价 掉入夏阴间 一边遭受残酷的刑罚 一边还这样埋怨丈夫 咒诅丈夫 论恶两个人都同样如此 但是当时妻子 还不至于主动毁谤圣灵 与神为敌的程度 只是抵不过肉体之情 与丈夫同流合污 一起毁谤了神 这样一起毁谤圣灵的夫妻 将在夏阴间 成双同受刑罚 他们的刑罚就是 轮流被投进 装满沸腾液体的大缸里 缸里装有了一种 不知名的发臭的液体 因为钢底不停地烧着火 液体在里面沸腾着 当灵魂投进那钢 顷刻间皮肤被烫得像 如癞蛤蟆皮一样 浑身起泡 起满水泡 眼珠子冒出来等 连一击全身顿时变得 无比丑陋 高温使身体扭曲 用于令人作呕的气味 无法呼吸 为了摆脱痛苦 挣扎着把头伸出弹口 此时就会有一只大脚 猛踹他的头 毫无怜悯地 又把他踹进缸里 大脚就是 搞打这对夫妻 夫妻的地狱使者的脚 脚底还布满了 貌似铁钳的钉子 碍了一脚的灵魂伤痕累累 无奈重新缩紧窒息 滚烫臭气 熏天的钢里 但已无法忍受其痛苦 再把头探出钢头 同样又受地狱使者的猛踹 重新又被踹进水里 反反复复 这种酷刑 因为一次只限一人 所以当丈夫受刑时 妻子在旁边观看 当妻子受刑时 丈夫在旁边看 与着地上不同 在地狱可以透视钢体 清楚地看见 钢里的情形 起初夫妻之间 还有旧情的缘故 所以看到对方受刑时 会心痛 为对方向地狱使者哀求 钢里的丈夫是我的妻子 是我的丈夫 把她放出来吧 别再折磨她 别再踹她了 就求求你们放了她吧 然而过了不久 这样的哀求也会消失的 无影无踪 为什么呢 反反复复几次的拷打中 悟出了一个规律 就是对方 受刑的时间越长 自己遭受痛苦的时间 会相对减少 弄清楚这一规律的瞬间开始 夫妻俩向地狱使者哀求的内容 也就不一样了 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在钢里挣扎 受着全身烧烂的痛苦 反而喊着当初 别让她出来 让她多待一会儿吧 我要多歇一会儿 别让她出来 在钢里受寻的人 则看着自己的配偶的这般丑恶 憎恨之心也逐渐增大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夫妻间更是相互埋怨 咒诅 熟肉的爱就是这样 妻子因对丈夫的肉体之情 一直随从丈夫直到背叛生命的主 然而这肉体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一起掉入地狱 永永远远遭受刑罚 当妻子埋怨丈夫说 都是因为你 我才会受到这种痛苦时 丈夫也不会听之认之 反而会比妻子 比妻子更大的声音谩骂 埋怨妻子与自己同流合物 疯狂的咒诅妻子 这地上的夫妻 共结连礼的时候 都会告白说爱对方 但是自己痛苦加剧 这时就巴不得对方替自己受痛苦 这种丑态正是变质的肉的实态 也是地狱的实态 如果大家自己就是说 没有让儿女的 就没有让丈夫或妻子的 就或者说没有让父母的 就落入下一间 落入地狱了 那他们会最怨恨谁呢 会永永远远的埋怨去自己 天国 去天国的自己的家人 如果生女儿 就会在地狱咒女儿 因为你不传道给我 我在地狱里受到这样的刑罚 只愿你去自己的 就去教会 当然了 怎么就没有给他传道呢 是因为没有停 但就是这样 永永远远的埋怨 去天国的自己的家人 如果你更努力祷告进食 更努力地向我传道 我就不会掉在这里 为了不听子女 丈夫 妻子 父母在地狱里 对大家的抱怨 大家呢 要努力地传道 如此相互谩骂 曾作为夫妻的事实 争相哀求地狱使者说 别让他出来 让他多待一会儿吧 看着这般情景 地狱使者则兴奋不已 他们来到这里 还在互相谩骂 这邪恶的模样 真让我们兴奋 如同看电影般 地狱使者在旁边 兴奋勃勃地观看着 又不时把坛底的火烧得更旺 被烫得忍无可忍 把头伸出钢头 立刻又有大脚 毫不留情地猛踹下来 钢里的液体温度越来越高 水沸腾得更加猛烈 夫妻俩用更恶毒的话 咒诅对方 越是如此 地狱使者的笑声也更加震耳 下一讲给大家见证 有关毁谤圣灵的人 遭受的另一种刑罚的内容 下面说结论 亲爱的各位圣徒 当下一间遭受刑罚的灵魂 发恶的时候 地狱使者看着他们的模样 就会又兴奋又痛快 在这地上也是如此 当有人行恶 勒不拢嘴的正是邪灵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如果与世界妥协 气馁叹气 发怨言 丑的魔鬼撒旦 就会趁机攻击 会带来更大的试探患难 有没有人觉得 我真的很求 我们家生活太苦了 那么这样的人呢 要和我比较一下吗 说我太穷了 生活太苦了 那么这样的人呢 请和我在开拓之前的生活 做一下比较 那么大家知道 我是怎么生活的吗 我住的房子 只有一间房子 没有暖炕 只铺的是木板 冬天呢 也没有暖炕 屋子很冷 没有暖气 火炉 那么在那个小的房间里呢 住着几个人呢 我和党高院院长 李美英 李美金 李守真 五个人一起生活 衣服也没有衣柜 把被子叠好了 就整齐地放在角落里 折叠好衣服放在上面 也不能要把衣服 全部挂起来 就钉钉子 在那么小的房间里 有什么冰箱呢 当时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有冰箱的家庭 非常的罕见 像现在呢 是像洗衣机啊 等等 应有尽有 我们就是住在 那么窄的房间里 叠好了被子呢 也要放在角落里 更何况是我 不管去哪里呢 只要有房间 就会把房间再隔开 小一点 能躺到一个人的程度 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的祷告式 我无论去哪里 都做一个祷告式 因为要在哪里祷告 我在薄的胶板 前后涂满报纸 用报纸做墙 然后在那里祷告 就算那样生活 我们家人都从来没有 抱怨过生活贫困 都非常喜乐 充满的过新亚生活 那我为什么那么穷呢 大家也都是知道的 我生病七年 还借了许多的债 到处借钱 所以负债累累 但是接待主之后 想着要偿还债务 于是和祷告院院长 努力一起赚钱偿还债务 但本钱呢 总是还不上 因为两个人赚钱 只能赚到利息 所以本钱呢 总是还不上 就这样 又生活了一两年 后来神照我为主仆 祝福我 让我还清了债 直到开拓之前 那一直呢 我生活在那里 都是 但是呢 都非常的幸福 祷告院院长呢 无论去市场啊 还是在家里去教会 口中常常赞美 像在家里也常常 穿出赞美声 那么路上人们呢 也停下脚步来听赞美声 家里常常 传出赞美声音 家庭礼拜 也好祷告声音等等 还有院长呢 在外面 在公用水池 洗衣服的时候呢 也常常 常赞美 虽然生活很穷 但是非常幸福 为什么 因为还清了所有的 而且呢 也是 我又读了神学后来 后来我不赚钱了 上了神学 还有三个女儿 上小学 即使这样 生活也很喜乐感 那么大家 有过得那么穷吗 我没去过 到大家 所以都不知道 那真的有五口人 住这样的一间房子里 没有生活用品 只放着被褥衣服吗 连厨房都没有 真是这样吗 有那么穷的人 请举手看看 所以呢 大家不要抱怨生活 我们在主里 死了也是天国 能进入天国本身 就已经要幸福了 因为我有那盼望 因为死了就能 进入天国 之前生病死了 可能会落入地狱的 但现在知道 神了 接待主了 那么死了 也能进入天国 所以很喜乐 很幸福 而且还有盼望 所以 威慕的祷告提摩 手边的富有 帮助穷人 帮助生病的人 帮助固人和寡妇 救济他们 相信了神会祝福我 所以我一直怀着 而且我们也经常能体验到 神迹奇事 所以大家有什么困难呢 那样的人呢 希望能悔改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要抱怨神 我在这种环境 也喜乐感恩 因此明白 灵界法则的智慧人 在什么的环境中 都不会怨言 埋怨或发怨言 始终只有感恩 反而会以庆幸的告白 向神显出自己的信心 和对神的爱 恶人再怎么折磨自己 折磨自己 也不会心存怨恨 或以牙还牙 一切都会交托神 至良善对相待 照着罗马书12章21节所说 你不可为恶所胜 反要以善胜恶 顺从在神面前 这样顺从神的话语 行善又行在光明之中 这本身就是战胜邪灵的 能力与权势 因为仇敌魔鬼撒旦 再也找不到控告的把柄 自然一切 事态患难也会随之退去 因此不管遇到 怎样的困难 希望大家定量思想神的真理 凭着信心而行 从而成为大德神 喜悦的人 不管在哪里 不管做什么 总要靠着主的名得胜 归荣耀于神 成为照亮黑暗的亮光 奉主圣明 祝愿大家 思考话语 一同做祷告 接受准动师 为患者做了祷告 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接受祷告 没有疼痛之处的人 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平信心 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 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 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 做工在机仙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 之交会 之声店 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 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 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非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焚烧 并抑制他们 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节 全身神经组织细胞 等一切疾病 放耶稣基督的名斥责 抽屉们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菌 软弱都退去 光啊进入吧 求非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 满症 焚烧进进 击退瘧疾 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 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菌不能进入 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胃癌肺癌 乳性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胰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肤科病 皮肤病 假装腺疾病 以及瘦炎症 也都得到痊愈 也就父使 小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间 盘突出症 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 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孕育症 躁愈症 神经衰弱 等一些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 麻痹 癫痪的这一失法 瘫子要起来行走 蹦跳 模糊的事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 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 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 得以捷径 骨折得到愈合 受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阿求是 求你做工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 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 中毒 也得以捷径 以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 不能怀祂的赐语 怀祂的祝福 得到怀祂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命令 臭地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重邪灵都退去 他的差也退去吧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假鬼 炸的灵 以及挑拨离剑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暗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您 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惜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 从各种事故在央中 得蒙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明天使煮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所有神 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明泽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儿女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命求 阿们